这个女人为何财阀少爷相亲 上来就火力全开 看到这一幕的财阀少爷 都吓喷了 她怎么也没想到 堂堂现代集团千金 竟然是这么的妖艳 原来女人其实只是财阀千金 专门请来破坏相亲的闺蜜 可让女人自己都没想到的是 当她第一眼看到 这个帅气的财阀时 她还真有了主 不想走的感觉 然而就在她心花怒放 准备好好跟这个帅哥 落上那么一落之时 帅哥递过来的名片 却把她惊出了一身冷汗 看着对方竟然是 自己集团的大老板 女人瞬间傻眼了 于是为了趁着大老板 还没发现她身份前 赶紧结束这次相亲 女人决定化身为名媛 用自己的热情和风情 吓走老板 可让女人万万没有想到的是 不管她如何风情万种 老板却依然坐在那稳如老狗 一点没有生气要走的意思 这下女人彻底的疯了 她决定放大招了 只见她挺起胸膛 对着老板说 自己的两个大气球 其实是花两千万打造出来的 听到这的老板 直接吓喷了 看着老板反应 女人知道这下终于成功了 可老板接下来的话 却让她再次懵圈了 看着这么个奇葩男人 女人知道这次不上几颗星 试下不走她了 然而 就在女人自信满满以为 自己这副春季野猫的样子 足以下退所有男人之时 惊喜又出现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